白光62周歲 吉林世人 退休金3800元 住房面積50平米 這樓是回歇樓嗎 這個是一般年新樓 是新樓啊 不當劇場 工夫婦和聯絡 小大哥 鞋都給我們準備好了 這家收挺乾淨的 還可以 一個老大哥在家住 屋裡這麼立著 你看這輩子來了 別的都回去 我在部隊當兵 當了母年兵 我父母都是醫院的 基本是三院的學位 我從小跟父母養的那種習慣 就是愛乾淨 在醫院工作的人都乾淨 然後你再把家上當兵 對 除了乾淨利索 白大哥在飲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大哥你自己做飯過去是 我自己做飯 你存活不少啊大哥 我看看都是啥 麻辣魚 對 大概是魚啊 對 平時的牛腹吃啊 多買點 就飯吃 就飯吃的啊 可以的甜一點鹹 你是很喜歡吃魚嗎 沒事吃點 能吃一點 能吃一點 對呀 平時還喜歡吃啥 吃吃那個菜也肉也啥的 吃肉我不吃 我不吃 我吃那個就是那什麼 除了肉不吃 能吃點魚吃點蛋 你是刻意不吃肉嗎 也是一個養生把我愛好 以前吃 12年以前吃 那一點不吃能行嗎 沒問題 因為注重養生 白大哥已經八年不吃肉了 不僅不吃肉 會做菜的他也已經有近五年的時間 沒做過肉菜了 在家從來不做 我是最後做是 我是一五年 我老岳父 今年二十分走 他現在九十六歲 那時候他活著 就沒照顧他 我跟我老伴去 我給他做 因為他是老人 我不能直轉 但是給我小輩 把那兒班我就不做了 我現在 特別搬這兒 一八年搬這兒以後 就沒動過肉 在這屋裡 一八年才搬 鍋沒沾過灰 鍋都沒沾過灰 沒有 那家裡要是做飯 有點這個混雞 比如說 集來的 那沒事 他可以 他要做他自己做他吃 就那鍋上 我就不太介意 對 他願意吃他自己買 完了 我給他拿錢 你的意思是 就是要是吃鍋 他會做 完了一刷就沒事 那這個不介意 不介意 我不是那種 我說混雞人 不沾灰 就是為了養生不使用 對 我為了自己養生 對 對 白大哥說 他之所以選擇 借肉養生 正是源於2011年 他無意間在手機上 看到的一個醫生 講吃肉的視頻 彭醫生是中級大學畢業 他就講養生 他就說 咱們人嘛 是草食動物 的腸道比較長 跟那個動物 和老虎不一樣 老虎的這個 他的腸道比較短 他吃完了 停留的時間長的腸道 他就排出去 所以人家吃肉以後 他經過有一些毒素 他停留非常長 正常來講 能達到72小時 三年以後才能做 如果這個毒素 要產生在腸道裡 他就變性變癌 對 聽完之後 你就覺得還是得少吃 對 對 除了在飲食上 注意養生外 白大哥還堅持走步鍛煉 每天至少一萬步 同時他也很注重生活環境 對身體的影響 每年10月份後 他都要跟老伴 一起去海南生活半年 我喜歡上海南那個 牠的氣候 牠的哭牛 牠的質量天天是油油的 我們去那個 在那個 貓都也沒有錢 三大魚哥 牠是搞群的 搞綠物 就是牠是 牛團的帶團的 對牠帶團 花錢也跟牠去 外面的廚房一般都正常五百 有的再高點六百七百八百 但是房間比 要八百間 一個月 一個月 它不貴 那不是三亞 對三亞還好嗎 我說那是東方式 東方式 三亞吧 它那個吃這個豬的貴 白大哥說 他和老伴已經連續三年去海南過冬了 到那兒生活既能保養身體 又經濟實惠 實在是一舉兩得 如果不是因為老伴去年年底 因病離世 今年這個時候 他們又要準備出發了 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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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检查 那你是在海南的时候发的病吗 对 就在那儿 在那儿 我还在三亚看的 2019年12月15号 老伴儿离开了人世 白大哥这时才真正意识到 啥叫人没了 这人在呀吧 被嚼啥 但一走了以后 确实很难受 就不能想 我有时候不少士兵 都在手机里 我不敢放 我一看我就难受 对白大哥来说 只有再找一个伴儿 才能真正填补 内心上对老伴儿的想念 生活方式就是这样 尽量把钱 就不用 用在吃上 对方 就是那个 不太爱吃肉 也不是那么太执着 多少吃一点 也不反 少吃一点也不反对 我要找一个 生长老伴儿可以旅游 也能上海南 到全国国地 都能旅游 白大哥就想找个 不带吃肉的老伴儿 以后一起去旅游 红娘就想到了 同住在吉林市的 王燕丽 王大姐 她会是白大哥 要找的人吗 你好 是王大姐吗 是 你好 我是红娘小关 你好 你好 王燕丽 五十七周岁 退休金两千三百元 常年做护工 无住房 白大哥 你好 你好 王燕丽 王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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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 这个厨房 这是一十凭 五十点一二 挺好 坐吧 干凉的 多的 他抓也干凉 其实收拾无啥的 你看这小病 挺干凉的 干凉的 你今天多大事 我今天六十二 周苏 18年 属啥的 属狗 我想找属狗的 你属兔的 我六三年 六三年 对 大姐好像比较相信的一个属相 有老多人都在意 属兔和属狗也好 初次见面 双方印象都还不错 而且白大哥的属相 更是王大姐所中意的 刚坐下来 王大姐就直接跟白大哥 表明了 择殴态度 我的就想找一个吧 不藏心眼 不管有多有少 咱俩就在一起 就是有话就说到名书 对对 互相得到信任 你其实人吧 我认为就像他们都理解错 其实后半生是最重要的 对呀 你年轻了 你奔波点 那都无所谓 就老了 你就像有的 拿那还要厚到一起 防贼一起 防盗 你说 把那房子给儿女 也是治到那的 最后你防了 严谨女 咱们找你 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我现在做护工 我明天就上护 就趟上医院 我一个小时十块钱 我一天一起我二百四 就是我这个我不干了 我可以上家到四千五千 我都给看 我专门有家政局 不上钱 一直在干呢 那你现在 姑女儿子 我儿子 我俩儿子 都成家了 我说俩儿子 你看 我看出来 我听的话 有压力 他要没压力 他不可能打 像我们这个孙子的老年 就得在家 高兴兴的生活 有个伴儿出去 天天多年 闹了磕 出去旅游 现在我正大四了 我开三年半 我钱 钱也够了吗 我这钱干啥用呢 我有钱去旅游 养身体 对 现在咋的 没有那些欲望 都是再去拼命嘛 再去拼搏了 你有老保 钱也够花 找一个伴儿 就高高兴起 想怎么活什么 我问题 我现在我买保险了 我的工资 我一年全买保险 我三万多保险 商业保险 理财的保险 有一个重大疾病的保险 我买了七八份儿 所以说 我就得出去干 就是因为保险 我要不插去保险 就不用 孩子都挺爽心的 就是我自己管我自己 王大姐之所以 现在还很拼 并不是因为儿子 带来的压力 而是他每年 要交三万块钱的 理财保险 等老了后 自己也能多个保障 白大哥心中的 顾虑打消了 但接下来 当他们聊到 彼此的生活习惯时 就让白大哥 再次有了新的担忧 对 我只好和他相反 我一直贫血血压低 我必须得营养 那啥 我吃不少素 我要能吃素 我刚离婚前 我都能出家 但我现在吃的少 我现在我也控制 尽量少吃点肉 我得要求你对方的 就是说 如果举杯吃了 我就是吃不少一点 尽量要求吃素 这个是这一点 他也吃的不多 我觉得这一点你会建议 他不然那么好 他吃 他爱吃肉 他说不吃肉 对身体不好 因为身体需要 白大哥希望找个吃素 或者少吃肉的老伴 虽然王大姐也说 自己会尽量控制吃肉 但白大哥却觉得 既然王大姐 是因为身体需要吃肉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 要一直少吃肉 是很难做到的 最终就因为 这个吃肉的问题 两个人没能走到一起 咱们见到这个缘分 行行行 以后有机会再见院 找到丽丽 张彦君58周岁 退休金2400元 住房面积58平米 是愿意穿 愿意穿 我那衣服有都是 各式各样的 这都是 大姐你穿衣服平时都在哪 愿意买的话 在哪买衣服 我没准哪都买 我就是溜的 看香荣了我就买 那一般都是买什么价位 三五百的 上千的有吗 上千有 冬天上万的有 上万的有啊 穿衣服都丑丑来的 长调 这在哪买的呀 在那个皮草皮帕城 就是在吉利市呗 好看 好看 符合你气质 那你咋还买俩呢 那个是颜色不一样啊 这个我认为这个好看这个 你认为这个好看 这俩是在一个店买的吗 不是 大姐我要最好看 我感觉差不多啊 就是无稀 这个样是好看 这是短款 嗯 这个样是好看 我知道你喜欢这种颜色 还是喜欢这种颜色 但是就是找一个不一样的款型 对 买一个长点的一个短 短一点的呗 是 这个旗袍好 给我看看旗袍吧 这个旗袍一千多 好看 好看 现在真的能穿 能驾驭旗袍的人 也不是特别多 就好像也不穿啊 我爸就好像也有 有点偏胖的 穿旗袍好看 对 有点那种妇态的那种感觉 真的 除了爱穿 张大姐还愿意出去旅游 你全种旅游 有一年我花了那六万多 去旅游 去哪去了 哎呀就好 厦门的港澳 就是再买东西啥的哈 云丹 哎呀呢 买的呢 真的 家里有时候都装不下来 完全后期我都慢慢 差了不喜欢就都冷了 挺好 这个宿主的人就享受的 主要是一个人没意思 张大姐说 自从2010年离婚后 她一直一个人生活 除了穿戴旅游 实在没啥别的事干 而说起离婚的原因 张大姐百感交集 我们这些年感情一直都挺好的 后期呢她也是搞工程 搞工程天天不在家喝酒 天天喝去 基本一年365天呢 300天都醉呀 喝酒后期就失态了 失态了 别人都给她抬到家里头 有一次喝酒喝多 那时候没房子呀 在皮肩住 孩子宰窗那块 大人床 俺子宰个酸人床 她那全妥呀 我那么给她盖都不干呢 孩子已经十多岁了 女孩 女孩呀 我那康背呀 两层大厚大康背呀 都十多斤一个呀 全尿透了 把人睡觉站起来就尿 开开立柜门就尿 最初因为张大姐 对丈夫有感情 每次她都选择了隐忍和原谅 第二天醒酒了 跪着求我呀 不喝了都 其实她清醒的时候 还是一个个性 清醒是个好人 就是酒把她给带了 那她跪着求你来的 那你会不会也就有点心怀 是有种障害的 成年到位障害的 原谅她 我还这样还喝 张大姐的多次原谅 也没有换来丈夫的彻底悔改 2010年 女儿在韩国结婚定居 她们便彻底结束了这段婚姻 如今再找老伴 张大姐的首要条件 就是对方不能喝大酒 酒那少得喝点心 干净绿色也挺好 张大姐想找一个少喝酒 且干净绿色的人 这说的不就是白大哥吗 白光白大哥 你好你好 张晏清江大姐的 毛啥呢 做点饭 看着看大姐做的啥 听说你也不吃肉 对 对大哥不吃肉 然后准备的都是素菜 都是素菜 谢谢大姐 谢了 谢了 你真为我着想 太感动了 为了迎接白大哥的到来 热情的张大姐 特地在家提前准备了不带肉的菜 看张大姐这么周到 白大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主动要求剩下的菜 他来做 我帮你炒 行吗 你帮你炒啊 行 行 行 那来吧 大哥 会做呀 做饭呢 大哥小的会做 我一般会 是啊 大哥 你告诉我怎么炒 这些 这些盐形吗 这些 那里呢 什么盐 好像带一点 对 带点啊 带点啊 这些多不 谢谢 行啊 这些 这些 对 土啊 这都是绿色食品 它有一个菜 土豆片 加油 大哥 还剩一个呢 你好 那我说 慢点要别烫 这土豆片就干煸 就这么干煸好吃 对 不能喝水 喝水就很好吃的 对 不能喝水 喝水就很好吃的 谢谢啊 大哥呀 感觉这酒应该烫鲜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藏着这个韭菜 它咸 行 挺好吃 你没咸 挺好 这人好 菜也佳 让这次相亲开了个好头 一坐下来 白大哥直接跟张大姐 说起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的爱好就是养生 爱旅游 出锅儿 很难对不好 嗯 爱旅游吗 愿意 大哥反正就是想找一个老伴 没得能去海南 多个久 没得多 对 到那住房子呗 你要是旅游 别去住房子吃住 别上那个三亚也别上海口 我哪个洞房是多认识的 他那个有送口溜吗 玩在三亚 吃在海口 住在洞房 那就是住的那边性价比高 对 我们住的房子才500块钱 白大哥的爱好 正好也符合张大姐的心意 两人越捞越近了 接下来张大姐提出了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 在三方当中 那工之整不整啊 工之 好 那你说 你先说吧 就是你咋想 咋想就咋说 你说这些女方现在就是花男方钱 对 吃饭呢 是吧 生活 生活费呢 对不对 这可以 穿衣非常奢侈那种 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上千 上千的那种什么的 我穿衣握 穿鞋穿衣握都没测完过去 我能穿 那大姐爱美啊 我愿意穿 那好像两个人是这些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是首大的一个人 他是挺勤俭的 那我还我就形容就是 一千八的东西 那你说 他已经有买这些生活来 抓着 好像我都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当中 就好像 我喜欢啥东西买 也不买 好像碗是不都就是 但是吧 就花了几百块钱买衣服 还有什么能接受 要上千 那就真不错 这怎么啥说 夏天用上 因为咱们这公司加息 没那么多多钱 那你大姐买上千 也不是天经买 那一年买这上千 只要是冬天 冬天一能贵 夏天买 夏天买 夏天不贵 二三买的就这么说 就差不多 这个大哥能不能接受 可以 我先从你 我你可以晃 一向节俭的白大哥 对于张大姐爱穿这件事 也做出了让步 很明显能看出 他对张大姐的心思了 但接下来两人聊到的话题 却让白大哥心中的希望破灭了 那你家在哪住啊 我家在那个冯家团 幸福领地 多大呀 50.12 这小 坐得我得舒服 那住你这呢 所以我打算吧 我这房子卖了 又有房子 就上那住去 这么大村 就是 这不行了 这房子能不能整个大一点的 不管是什么 我不是说买一下 这干啥 倒不是呢 就是我能住 能住 能70平 70平就行 我就想我这房子行 我这也行 就这一点 你这房子行啊 你这房子多少平 我这个58平 大姐就觉得这个小孩要卖呢 嗯 你看这卖 这房子怎么卖 就是你就没想到那房子 嗯 我就想这 我要真找不想 他有一个70平 我也不说请这房子 咋的都不是 我能住就行 大姐不可能住 这房子冰居是里面的 它有安全感 嗯 他就想放大房子 他就想住个大房子 那 对 现在我目前嘛 还做不到 没那条件 考虑再三 扎大姐还是觉得 白大哥不是自己 要找的人 对 对 对